今天看世界我們要持續帶大家來關心的是中東局勢 除了在之前美軍瘋狂的這個轟炸了伊拉克跟敘利亞之外 現在英美聯軍把目標針對夜門的叛軍組織 英美聯軍連續三天空襲 像是夜門北部的13個地點36個目標 還有敘利亞伊拉克的7個地點 伊朗軍隊還有伊朗支持的明丁 現在都被英美聯軍設定為一個報復性的目標 連續三天打擊了夜門的境內湖塞組織 當然很明顯的要展現美軍跟英國 在整個中東地區的威責力量 主要現在中東地區真的是非常不穩定 但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有沒有可能讓中東的局勢再變得更加的嚴重 而且更加的不穩定呢 美國國安顧問Solivan就說了 目前針對這次的行動只是個開齒 而且拒絕排除可能直接會攻擊伊朗 但是以伊朗的外交部長來說 他的看法是恐怕會激起這個地區的民眾怒火 所以可能導致這個中東局勢升溫的情況 在伊朗的眼中是很有這個機會的 再來我們要來看到 其實以專注在紅海議題上的 這個海洋安全專家拉爾比就說了 其實以現在美軍還有英國這樣的動作來看 其實胡賽主席是完全沒有被威責到 反而是變得更加大膽 甚至以現在來說是加速的來招募一些人員 還有募款很有可能在之後呢 有機會會出現一些報復性的行動 而且呢在這一次的美英聯合空襲當中 反而適合其反 甚至連帶也導致現在已經非常不穩定的紅海局勢 可能因此再度升溫 不過呢現在包括最新的釋出影片看到 美軍在任務當中派出了兩艘的驅逐艦 還有一艘的航空母艦 而胡賽組織在星期天也回應說 揚言一定會針對這一次的行動來進行報復 美軍驅逐艦葛瑞福里號和卡尼號發射的飛彈照亮紅海夜空 美國航艦艾森豪號也派戰鬥機升空 胡椒大廈最新釋出幾段畫面 秀出海空組合最新一次打擊夜門胡賽組織 美國官員說他們打擊至少30攻擊 包括用武器用的武器 來攻擊黑洋海 這回美國和英國聯手空襲 英國首相蘇納克第一時間出面證實 胡賽組織已經說會用武力回應 和英國美國在鴻海陷入報復循環 不只打胡賽 美國上星期五為了報復三名美軍被炸死 打了伊拉克和敘利亞 現在有更多細節釋出 美國官員透露總共打擊85個目標 摧毀其中84個 號稱只是開始 美軍在中東地區要應付的敵人越來越多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而現在呢 俄武戰事還是持續的在進行當中 雖然冰天雪地 但是打擊的熱度依舊是沒有減低 我們來看到是烏克蘭的南部 扎波羅熱這個地方呢 其實在2023年的8月份 是將他奪回來 我們說的是烏克蘭 但是現在呢是再爆擊戰 尤其澤倫斯基喔 現在也到了前線去當中 跟爆炸的情況相對來說 是比較接近一點點的 但是當然這是在戰事上的一個動作 在政治上呢 左倫斯基 烏克蘭的總統呢 現在是持續有非常多的動作出台 怎麼說 路特社就報導說 其實已經知會了白宮 將要開除武裝部隊的總司令 扎盧斯尼 這樣的行為 恐怕整個對烏克蘭的士氣來說 並不會太好 為什麼呢 因為像加魯茲尼 他本身可以說是這一次的 俄烏戰士當中 烏克蘭的戰爭英雄 而且也被認為說 是烏克蘭最受歡迎的將軍之一 在網路上 其實也有蠻多的聲浪 是在聲援他的 如果在今天澤倫斯基 真的進行一個開除的動作 恐怕也會讓整個輿論跟著上升 甚至呢外界也在認為說 是不是澤倫斯基認為說 攻高陣鼠才會出這樣的殺手劍呢 當然後續的政治上的影響 還需要持續觀察 但是以現在烏東來說好了 這個烏克蘭現在非常擅長使用 所謂的自殺是無人機 甚至呢消滅掉整個俄羅斯的 裝腳部隊總共11輛戰車 以烏克蘭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經濟的做法 為什麼 因為造價便宜 而且還可以制衡敵居取得優勢 但是對俄羅斯來說 可能他們面對這種新型的戰爭 似乎還需要時間再來進行調適 所以針對這樣子打擊 平平沒有展現特殊進展的狀況之下 內部的失望聲浪 也是逐漸的往上飆漲 還有現在呢 不論是俄羅斯的戰場 或是烏克蘭戰場 現在都出現缺武器跟缺人情況 我們就要來看到缺人的部分 像是大家很熟悉的普利格基因 在2022年當時就招募了俄羅斯的囚犯來進行作戰 說你只要服役六個月 我就讓你告老還將 你也不用坐牢了 聽起來是個非常划算的交易 但是呢結果似乎並不是如此 因為現在來說 分配到新型部隊的這個風暴V 當中很多就是當時招募進來的囚犯 很多人以為喔 他會有完整的訓練才上戰場 但沒有喔 部分只受訓了三天而已 甚至呢原本說好的六個月 現在可能持續待到戰爭結束 所以很多的士兵都說喔 其實這個存活力非常低 只有四分之一而已 但是在俄羅斯來說 現在不僅要面對是戰場上的 可能出現一個相對來說 必須要取得重大進展的一個情況 但是對俄羅斯的政局來說 現在也必須要來取得穩定 而俄羅斯總統普清呢 也預計要出訪土耳其 這也是在俄羅斯開戰之後 他第一次踏進北約的成員國 俄羅斯總統普清開戰後 將首度出訪北約國家 土耳其外交部證實 普清近期會親自到訪 來討論黑海谷物 而俄羅斯總統大選進入倒數 莫斯科大舉逮捕記者 示威現場27人被捕 大部分都是前往報導的記者 但抗議主角其實是俄軍 徵召士兵的媽媽和妻子 但警方也不敢隨便抓走示威婦女 遭到司法對付的還有這位俄羅斯摩特爾 他創立慈善團體送物資到烏克蘭惡戰區 卻被指控替烏軍募款 而在烏克蘭 傳聞紀夫已經通知美國白宮 要撤換武裝部隊總司令 扎盧茲尼 滿城風雨之際 烏克蘭總統澤文斯基 來到南部戰場前線 不知總司令 傳出責任司機還要撤換多位高官 一場人事風暴正在醞釀中 DV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把目光收回來 來看到是台海局勢 尤其現在美日同盟的狀況之下 似乎也特別關注到台海的緊張狀態 像是日本時報就採訪了消息人士 就是用他的消息來說 從2月1號開始 每日展開了電腦模擬演習 但這一次非常特別 特別在哪裡 就是第一次把中國列為假想敵 而且設想台灣的緊急狀況來做應對 把中國當成假想敵 就是第一次在這一次演習當中出現的非常重要的設定 這反應什麼呢 這個消息人士就說 其實這反應說非常擔心 中國大陸恐怕會在台灣進行行動 不過以日本官方的消息來說 他們是對外表示說 在這一次的這個演習當中 沒有去設想特定的國家或是地區 但是CIA怎麼說呢 他們說針對緊急情況有多種的聯合作戰計畫 而且呢在去年年底就已經完成了台灣的計畫草案 還有我們知道其實現在美國為了穩定整個西太平洋的局勢 也派了三艘的航空母艦駐灑在西太平洋的這個區塊 但是有沒有可能也對中國大陸造成威力 現在根據日經亞洲引測部分專家來說 他的說法來看其實現在打擊美軍的航空母艦 外界會把目光指向了中國的東方21反艦飛彈 因為他的射程超過了1500公里 而且他可以裝有這個操縱重返大氣層的載具 可以快速的重新裝袋 因此外界給他一個封號叫做航母殺手 而這樣子的狀況呢 其實可以打擊整個美軍在西太平洋上的威力 尤其針對航空母艦 而現在呢美軍似乎是非常有自信 像是卡爾文森號的打擊群指揮官就說了 有絕對的信心足以執行任務造成致命打擊 而且生存即使應對中國大陸的飛彈 還是可以充分展示美國的軍事力量 不過這次喔這個美日聯合電腦演習 把中國的落入設為首要的假想敵 的確在國際上也引發了關注 每日從2月1號展開的聯合指揮所電腦模擬演習 首都把大陸列為假想敵 不僅如此這次更使用真實地圖 過去軍演都是用和實際國家不同版本的地圖 就是要為了防止計畫外流 但這次電腦版模擬演習 卻使用未經改動的版本 而且還明確標記大陸 似乎也凸顯因當前地緣情勢緊張 也加劇日本政府的急迫感 如果真的就是說 面對大陸對台發動這個國家統一戰爭的時候 那時候美國如果介入了這個軍事衝突 那日本怎麼樣可能會在這次中 要去盡力協助美軍的這樣的作為 電腦兵器推演跟後續的時兵驗證 並不代表日後真正在發生真正狀況的時候 政治的這些領袖是不是決定就要如此做 如何應對人在日本政府手中 因為美日本次的歷任聯合演習 結果會反映在今年底的最終計畫中 美日部隊預計在2025年進行歷劍演習 來驗證計畫效果 台海對日本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海上生命線 由於中國近年的這種擴張性的戰狼外交 還有軍事冒險行動 所以讓日本跟美國乃至於澳洲 都感受到這種明確的威脅 要做最好準備 對美日而言 人最希望避免軍事衝突發生 第一位選舉Jumpet很常報導 再來我們把目光轉向 來看到朝鮮半島 現在南北韓的緊張對峙情況 可以說是越演越烈 但是現在從言辭上來說 似乎有更新一步的升級 我們先來看到南韓的國防部長 到了青州空軍第17戰鬥飛行團去落軍 但沒有想到脫口叔叔的這一話 即是挑動了南北韓的敏感神經 他說了什麼話呢 他說如果北韓金正恩挑起戰爭的話 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消滅敵方的領導層 而且成為宣告終結其政權的先鋒 甚至他也講說他們要當一個立體 而且捍衛大韓民國的無形力量 但此話一書其實聽到了北韓 尤其朝鮮人民心中 還有領導層的心裡 的確是蠻不舒服的 像是北韓的官方媒體朝中社就說了 其實現在完全是南韓在做一個挑釁的動作 因為目前來說 有三艘的美軍航母集結在附近海域 而南韓竟然還肆無忌憚的說出 終結政權消滅敵方的領導階層 這些最惡劣的胡言亂語 甚至他也點名說 會變成一個陸骨的宣戰 還有武力衝突的導火界 這個話講的非常的重 甚至他們也點名說 完全是南韓的掀起所謂的戰爭狂潮 這樣子的言論其實已經讓南北韓的局勢 變得更加的緊繃還有衝突 再來我們要來看到的就是西非的國家 塞內加爾 原本在這個月的25號 就要舉行總統大選了 沒有想到現任的總統 竟然宣布說要延後總統大選 在國內也出現了不少動盪 抗議群眾在街頭鼓噪聲在放火燃燒垃圾阻擋去路 警察身穿防彈背心拿摧類瓦斯進行強力驅散 爆發警民激烈衝突 西非國家塞內加爾原定這個月25號要舉行總統選舉 現任總統突然宣布選舉無限起延後 引發反對派的激烈抗爭 儘管表明自己不會參選 不過延後大選的舉動依然引發重怒 反對黨總統候選人上街抗議也遭到逮捕 當局除了逮捕反對派領袖 還以煽動暴力為由 下令一個電視台的頻道停播 位於中美洲的薩爾瓦多也舉行總統大選 現任總統布格磊自行宣布 以85%的得票率獲得連任 首先要保證 我們能夠繼續批評領域領域領域 我們能夠繼續抗議 2019年塞爾瓦多金內80%的地區 都被犯罪集團控制 布格磊上台之後大力掃蕩幫派 在沒有指控的情況下 逮捕超過了7.5萬人 強勢的手腕 雖然成功讓犯罪率下降 卻也引來濫抓無辜的批評 體會選擇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